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五凌晨,歐洲協會聯賽準決賽切回合賽事同時開打 其中,荷甲的艾克瑪雅還會助陣主場迎戰英超韋斯涵的挑戰 韋斯涵在近期作客連戰練敗 球隊的主客場表現反差甚大 切回合挑戰正在處於主場連勝中的艾克瑪雅 韋斯涵要保持不失進入決賽看來並不容易 歐克瑪雅在今屆歐洲協會聯賽從外圍賽開始征戰 一直走到來準決賽實屬不容易 同時,他們在今季的荷甲取得進步 球隊目前排在聯賽積分榜的三格位置 可見歐克瑪雅真正在變強 在歐協聯的分組賽階段 歐克瑪雅在E組以守名出線 16強雙殺以甲競女拉素 而半準決賽通過12碼大戰逆轉安德烈子 在這4場淘汰賽賽事 前鋒帕夫列迪斯攻入4個入球狀態大勇 來到準決賽首回合賽事到訪韋斯涵 歐克瑪雅曾經率先取得入球 可惜最終最遇對手逆轉 不過他們在最近3場的主場賽事全部獲勝 特實球比達到10比1 主場的攻守發揮都相當理想 這場球仍戰近期作客表現一般的韋斯涵 歐克瑪雅實在有能力翻盤晉級 歐克瑪雅金將的陣容消息方面 中場的丹尼迪域和前鋒卡爾神是因相缺陣的 至於金將作客的韋斯涵 他們自外圍賽附加賽 一路去到16強都保持全勝 在半準決賽面對比利時球隊珍特 也以一勝一和順利晉級 因此正戰至今 韋斯涵尚未在這個杯賽中失利 球隊在今屆的勾協聯表現出極強的競爭力 儘管韋斯涵今季英超聯已經沒有降班的威脅 不過他們近期主客場的表現反差比較大 過去三場作客全敗之餘 長坤的失球也達到三球之多 後方的表現可以說是流動百出的 在進攻方面 韋斯涵也有兩場作客賽事沒有取得入球 所以就算首回合依靠主場優勢擊退艾克瑪雅 來到次回合作客荷蘭 考慮到對手近期主場氣勢如恐 韋斯涵實在不容易全身而退進新決賽 這麼長球 韋斯涵的正容消息方面 後衛既視為需要停賽 而前鋒史卡麥卡則欣賞決陣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的賽事 我們下載M直播